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中國禁聞 美國總統川普12月19號 簽署西藏旅行對等法案 使其正式成為法律 根據這項法律 美國對於那些阻止美國人進入西藏的中共官員 將同樣禁止他們入境美國 西藏旅行對等法要求美國國務院 每年要向國會提交報告 列出有哪些中共官員因為這部法案 而被拒入境美國 據報導 這項法律的阻止 是反擊中共嚴格限制 包括美國在內的外國人進入西藏 美國國會參議員說 法案的目的是為了基本的公平 但中共外交部對此反應強烈 20號在網站上發聲明聲稱 西藏對各國人士都是開放的 並警告美國不得實施法案 否則產生的後果由西方負完全責任 有評論認為 中共的聲明自相矛盾 既然西藏對各國人士都是開放的 自然就不會有官員因此被制裁 中共也完全不必這樣跳腳高喊 美國司法部12月20號宣布 對兩名受僱於中共政府的黑客 提出刑事起訴 這兩人與黑客組織APT10有關 而該組織接受中共國家安全部的命令和指揮 美國司法部副部長羅森斯坦 在司法部當天上午召開的記者會上說 被起訴的黑客、朱華和張士隆 被控過去十多年來入侵美國等十多個國家 幾十家公司的企業管理服務提供商的網絡系統 他們的罪名包括電腦黑客入侵、電信詐騙 和盜竊身份等 據報導 英國、德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和日本等 美國的盟國也加入了此次起訴 他們也都是中共黑客入侵的受害者 美國和英國同時還指責中共 違反了2015年達成的雙邊終止商業竊密協議 羅森斯坦警告說 為了中共利益 而竊取美國公司機密和技術的中共黑客 應該記住 在外國政府的保護下 做違反美國法律的事 不會獲得自由同行證 好 觀眾朋友 接下來讓我們關注這一期的時事禁聞